溫馨首作卡片 每年母親節以及生日 慈濟志工許慎會固定收到的心意 送出這份禮物的是器官捐贈的受贈家庭 2005年 許慎會18歲的小兒子肖志謙車禍惱死 家人捐出他的心 肝 腎 眼角墨等器官 造福了六個家庭 按照法律規定 兒子捐贈的器官受益者本來不能見面 但2006年 花蓮一場器捐音樂會 雙方巧合碰面 好像沒有人跟聖惠講說 就是受贈者是誰這樣子啊 怎麼會 我會知道 所以我就默默默默地走到他前面 我真的就走到他前面 我說 我沒有叫他名字 還沒有什麼 我只有跟他講說 我可以默默自簽嗎 我就這樣子跟他講 彷彿自己的孩子 換了一個形體重新站在面前 許慎會情緒激動不已 冥冥中有巧合 還能和孩子重逢 這種現象連醫學都無法解釋 基本上我是覺得 會把至親的親人 讓他的器官捐出去 都是他最親的親屬 可能是他的父母親 然後做的決定 你知道 本來就是母子連心嘛 婦女連心 所以我在想他也可以體會到 捐贈者的心情 家屬也可以體會到 捐贈者的心情 所以我想可能真的 就是有所謂的心電感應吧 2012年 文明世界的美國玫瑰花車大遊行 國際器官組織花車 蕭志謙的故事 就代表台灣登上國際舞台 曾經擁有這個孩子 讓我很 就是很驕傲 雖然他跟我的緣分 就是只有短短的18年 但是他在這18年當中 他要離開了 他還是把他有用的器官 可以全身的這樣子 奉獻給需要的人 那我就感覺在那個當下 我看他的花車過來的時候 我都真的我就覺得說 我為你驕傲 這幾年 徐盛惠受證為慈濟志工 跟和丈夫走在最前 在器捐協會擔任志工 因為他知道器官軍政 是和生命拔河